Hi, 大家好, 又是我阿駱 最近有一宗新聞, 位於劍橋 有一個劉彪的屋苑 發生了沉降事件 這宗新聞亦上了BBC 有個讀者訊息了 告訴我, 他現在住的屋苑 只不過是入企五年 但他見到他有一個單位 發生可能是沉降的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牆身裂掉了 而住在裡面的住戶也搬走了 之後有些工作人員 進去掘地、整牆 這是什麼問題呢? 我這次請了專業人士 檢查人士 結構工程師Billy 和建築師Anise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們來到的時候 就是看到這間屋的外場 有很明顯有幾條大的裂痕 有些是小一點 但旁邊這條 起碼的闊度都有25mm 其實25mm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裂痕 即是一定要有些 組織的元素 正如Anise所說 一些裂痕已經多過25mm 其實不可以100%說 它一定是結構裂痕 但是 現在立眼看上去 你看到外牆 和吉他完全分離了 這些走45度 在Lintel 剪開了這部牆 其實很明顯就是 你見到膠是傾出了一邊 因為傾出了一邊 令到家屋的重量不可以很平均地分散在結構裡 所以它就會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裂痕出現 因為英國的建築 跟香港建樓 下降跟水泥不同 它們是沒有條件去 所以它可以拿到一些Torsion 一旦它的泥底不平均地分散 它的底部站上去 它一旁邊 它就會出現大大小小不同的外場裂痕 你見到它 其實這個Skip裡面 打了一些底部的石 然後後院都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網仔架的物體 大約我們現在就這樣看 其實它應該估計是暫時做過一些補救的措施 可能是做過一個Foundation給這間屋 但是這間屋長遠來說 它雖然可能做了一個Foundation 但是它仍然都是斜的 這間屋可能會不倒閉 但是在最後它可否修改這間屋呢 是不可以的 如Annees 首先所說 它剛才一開始那一集沉降 這間屋傾側了一邊 這些問題是由頭到尾沒有解決過的 你如果是要完全由頭到尾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你是可能有機會在旁邊勾一個坑 下一些千斤頂 是將屋整間屋織起的 那你織起了之後 你才會不會再倒閉 但是就會引伸其他問題 因為你的屋是Semi 如果你織起一間屋 另外一間屋旁邊就一起移動 可能有機會會不會斷了 其實長遠來說 你沒有得補救了 只可以拆掉它再起 那現在它做這些努力 對於這間屋的樓價 或者將來它的價值有什麼影響呢 我沒有下去看 也沒有一些努力去做到測試 但是我就這樣覺得 或者以我平時做銀行的經驗 其實這個價值起碼只剩下三折 這個時刻 那三折可能是現在達地的價值 只剩下的價值 其實按這個價值本身 就沒有價值 我會這樣看 發展商通常的新樓是有優勢的 五年、十年 現在它在五年 那即是怎樣 其實它現在是 我估計它應該是 在一個十年的構築優勢的狀態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些 很足夠的方法 其實都是發展商 我相信是發展商給業主的 我認為其實業主有多大機會 都可以追討回它的損失 雖然本身這個優勢的價值是低了很多 因為其實在後來 其實發展商會跟影響公司 購買了一個十年期的構築優勢 其實在後來 它都會把保險公司 用這些構築優勢出現的賠償 出現了這個情況 其實你作為建築師 會不會跟發展商的 因為這個發展商 都是一個很出名的 很多香港人都會光顧的發展商之一 其實跟發展商的監管 或者是它自己的工作人員 有沒有關係呢 要看它現在為何沉降 如果譬如可能是剛才所說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爆水它的地下 令到水和泥鬆了 令到建築開始動 這個其實跟發展商的手工 可能都有些關係 嗯